院长江一华上午9点在接受知名电台节目主持人赵绍康专访的时候 也特别针对特任组违法监听一案表达了他的罪行看法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调查小组对于监听到国会的转机这件事情 应该会给外界一个清楚明白的这个交代 包括外界所质疑的就是监听的内容说是一片空白 那么究竟是不是真的由于他是结会电话的关系 而一片空白 还是说像有一些人所怀疑的特征组已经把他这个湮灭 等等这些我们并不预设立场 我要求的是这个调查小组在新任的法务部长的这一个领导之下 他必须要勿望勿衷不偏不依 如果说有违法的行为的话 那么我们绝不宽待 目前对于这个风波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对于特征组这个组织这个单位的存费的讨论 另外一个是对于黄世民检查总长个人的去留的一些讨论 而这个部分呢 因为立法院里面已经把这个法院组织法的修正案列入 准备要列入议程 所以我们尊重这个立法院的审议 这样子伝一个比较中国人的财献 第二年 第一看 第一顾 明年 什么